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莫逊主公 本视频上大家介绍艾莫逊的Lola-ETS模块快速入门使用 那么我们这里拿着一个昆仑通带触摸屏 跟艾莫逊的这个Motobus TCP IO采集模块的通讯为例 那么他们现在是用了接了这个网线触摸屏 网线直接插到了模块网口 是用了网线在正常的通讯当中的 我们看一下按下触摸屏 那么模块这边是正常在动作的 他们现在是正常在通讯着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用Lola-ETS来取代中间的网线 实现他们的无线传输数据 那么要怎么做呢 那么首先在接线上面 我们要将触摸屏它的网口 接到这台Lola-ETS模块身上 然后这个Motobus TCP这个采集模块 它的网口现在就要接到 这个Lola-ETS模块身上 那么接好线之后 要对这两个模块进行参数设置 那么在设置参数之前 我们需要先知道 这个触摸屏跟这个IO采集模块 它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触摸屏跟这个模块之间通讯 触摸屏就是作为客户端 而这个模块它就是作为服务端 因为是触摸屏去访问它的数据 那么现在用Lola-ETS模块代替中间网线之后呢 那现在就变成触摸屏是网口接到它身上 那么它就要作为服务端 也就是说待会我们设置参数的时候 它要开启服务端模式 然后这一个TCP服务端这个模块 网口接的是这个Lola-ETS 那么它就要作为这个客户端 那么待会设置参数的时候 它就要开启客户端 因为它作为客户端数据 才能发给这个服务端模块 那么我们现在先设置参数 那么将模块的网口插到电脑 然后我们打开电脑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要先设置电脑的网段 右键打开网络 Internet设置 打开网络工程中心 选中这个电脑 连接到模块网口之后 生成了这个以太网 然后点击属性 然后选择TCP IPv4这一个双击 一般默认是自动获得IP的 我们要使用下面的IP地区 然后设置电脑的网段 192.168.1 后面不能是13 因为模块它默认出场的IP地址是13 我们电脑就不要是13 其他任意数字都可以 只往野马点一下 默认网关前面三位和模块的IP一样 后面一位唯一即可 点击确定是确定 点击关闭 再关闭最后我们可以使用电脑拼指令 拼一下电脑跟模块的网络是否是通的 可以按住电脑的window键加rl键 然后呼出这个运行的这个功能 然后输入po音频 然后空格192.168.1.13 空格-7 然后按回车键 然后它跳出TT2等于多少的时候 说明模块的这个IP地址是可以正常拼通的 那么我们再打开浏览器 进入模块的网页设置 在浏览器的这个网址输入栏子里输入模块的IP地址 然后按回车键 输入热边的账号密码点击登录 首先要设置触摸屏这边的这个Lola ETS模块的参数 那么刚刚说了它要启用服务端 因为触摸屏是酷的所以它要启用TCP server 所以在TCP server这里要点击启用 TCP本地端口号大家可以自己填一个 那么默认出502可以不用改 所以说启用了TCP server端口号是502 那么触摸屏它现在它的连接参数 就要改成去连接这个Lola ETS模块的IP地址 和502的端口号 那么待会我们再改触摸屏 我们先把这个Lola ETS模块参数设置好先 那么这里就是它的一个TCP参数的设置 这里要讲一下设置Lola ETS参数 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TCP参数配置 那么这里我们设置完了 那么设置完之后点击保存并重启 然后再次进入网页登录 第二大步骤是去设置Lola之间的无线参数 然后要设置发送跟接收频率 然后要知道的是 我们在触摸屏的这一个Lola ETS模块 它的发送频率要对应这一个TCP服务端这边的这个Lola 它的接收频率 也就是说它的发送对应它的接收 它的接收对应它的发送 那么频率设置范围是410到525 这个范围内的数字都可以 那么例如我们这里给触摸屏的这个Lola 我们给它设置为440的这个发送频率 要接收频率我们设置为430 那么待会另外一个Lola它就相反设置为相反即可 那么设置完之后点击保存并重启 设置完触摸屏这个Lola之后 我们再把网线插到触摸屏 我们先来设置触摸屏的参数先 那么打开昆仑通胎软件 在通用TCP副设备这里 远程IP地址就从本来访问这个Modobus TCP IO采集模块 就现在变成访问这个Lola ETS模块的IP地址跟它的端口号 那么刚刚我们是把这个ETS模块它的端口号是设置为502 那么远端端口号就要502远程IP地址 模块是.1.13的IP 那么这里就要变成.1.13 点击确认 然后再保存参数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程序下载进触摸屏 触摸屏这边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来设置这个TCP服务端这边 这个模块接的这个Lola的参数 那么刚刚讲了这个Lola我们要启用客户端 因为这个是服务端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模块的网页设置 同样的它的IP出厂默认也是.1.13 我们按下回车键 然后登录网页 首先是设置TCP参数 那么这个模块它是启用TCP Client 就是启用客户端的意思 那么它上面这个TCP Server 它默认也是启用的 大家可以不用管它 也可以禁用掉 也可以都可以 启用也可以 那没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要启用的 主要是要启用这个TCP Client 这个勾选启用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TCP远程IP呢 就是指的模块去连接这一个 IO采集模块的网口的IP 跟它的端口号 那么这个IO采集模块呢 它的IP地址是192.168.1.12 端口号是502 那么我们这里就要去填这一个 192.168.1.12 然后再填上这个IO采集模块的那个IP地址 那个端口号502 然后再点击保存重启 然后再重新登录网页 然后第二步再设置无线参数 刚才说的这个LOLA 我们是设置为发送440接收430 那么这个LOLA就要相反过来 那么发送就要变成430 而接收就变为440 刚好跟触摸屏的这个LOLA是相反的 然后我们按确定 我们重新登录检查下参数 那么参数已经改过来了 好 那么现在这个LOLA ETS模块 两个人的参数都已经设置完了 最后把它们断电重启一下 好 在断电的过程中我们先把线接好 那么在触摸屏这边呢 我们要将触摸屏插到模块的网口 好 那么这个IO采集模块 也就是这个服务端插到这个LOLA 这里要注意的是要加一个交换机 否则它们的网口是不会亮的 我们拿了一个交换机 我们将这个IO采集模块网口插到交换机 然后这一个LOLA也插到交换机 那么现在这两个都插到了这个交换机身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大多数情况下 在服务端设备的这一个LOLA 它要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插到交换机 否则它的网口灯是不会亮的 因为它没人可以取电 我们现在上电 好我们等待触摸屏启动 好我们现在按下触摸屏看一下 能不能经过这个网口LOLA 实现它们的无线通讯 好那么可以看到这个IO采集模块的线圈 是有动作的 那么现在就已经经过了这个网口LOLA 实现了它们之间的无线通讯 好那么我们以这个触摸屏 跟这个IO采集模块拿来举例 那么大家在使用到其他的设备身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 例如大家使用各种上位机与PSC的连接 或者触摸屏与PSC PSC与PSC 或者是PSC与各种第三方的IO模块之间的这种网口通讯 再用LOLA ETS模块代替它们的网线实现无线通讯 也是这一个道理 好首先分析它们谁是客户端谁是服务端 然后接在客户端的这边的这个LOLA就要启用服务端 然后接在这一个服务端这边的LOLA就要启用客户端 然后客户端设备再去连接这个LOLA模块的IP地址 去连接它的端口号 然后在通讯的过程中呢 客户端的数据发给这个LOLA 然后它再经过无线传输把数据从这个LOLA再发给它下面的这个服务端 那么它下面 那么对于这个LOLA而言 我们设置参数的时候就要设置它的远端IP 也就是这个服务端 还有远端端口号 也就是这个服务端的端口号 好 然后就是这两个LOLA跟ETS模块之间的一个无线参数设置 发送对应接收 接收对应发送 好 那么以上呢就是爱慕逊的这个LOLA跟ETS模块 它的一个快速入门的一个使用介绍 感谢大家观看